面对东南亚国家及大陆 竞相发展石斑鱼养殖 台湾唯有全面生产优质健康的石斑鱼苗 才能让我们的石斑鱼产业继续发光发热 永续发展 101年度优质石斑鱼苗生产厂 101年鱼艺署首次选出八家优质石斑鱼苗生产厂 并分享它们是如何生产出优质石斑鱼苗的设备 技术与经验 希望引导国内所有的石斑鱼苗生产厂 都能让自己的培苗能力继续精进 石斑鱼养殖是台湾很重要的一个产业 在全世界的生产量来讲 我们虽然只有四分之一 可是我们的产值高达二分之一 所以表示台湾的石斑鱼养殖的品质非常的好 那石斑鱼养殖中间我们面临最大的问题 就是有关鱼苗病毒的侵害的问题 特别是红彩病毒跟神经坏死病毒 那因此怎么样培养一个健康 而能够让它活存力提升的这样一个鱼苗 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工作 那最重要的阶段就是在我们云苗的繁殖场里面 必须在一个防疫观念的繁殖场 使得我们的云苗 这个云苗能够在无菌的状态能够成长 那今年我们在42家总苗繁殖场里面 挑选出来优秀的总苗的繁殖场 我想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竞争力的来源 所以非常地谢谢所有的云苗的繁殖场能够尽心地投入 使得台湾的产业能够更具世界紧张力 现在就让我们为您介绍 丽家绿能升级有限公司的优点与特质 丽家绿能本身是属于百生育苗厂 那得奖原因我原认为有几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就是它的一个防疫措施 那包含了室外的水质的一个处理 以及室内的一个育苗设施 那再加上它的原进处的管控 可以得到一个比较优质的环境病原体的一个传播 那再来就是它的水质处理技术 除了它有自行研发的一个水车益生菌 可以让我们的一个育苗得到比较良好水质外 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讲的一个耳料生物培养技术 用它自身培养益生菌 那配合它的一个培养基 让育苗可以得到比较高的一个免疫力 比起低病原的一个状态 那最主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它操作人员是养殖第二代 那养殖第二代通常都不愿意进入我们这个养殖 投入养殖工作 那比较特殊的是这个第二代 它本身除了学着养殖相关的知识 那更能跟与现场这些食物去结合 这是它主要得奖的原因 丽家绿能生技有限公司位于屏东县临边乡 总面积达18公顷 丽家绿能县市内共设有八个种苗池 二氧化绿制造机和柴油发电机 室外则有两个耳料生物池 一个鱼苗专用水库 两个户外熏水池 21个户外乘鱼养殖池 育苗流程管理 海水引入户外专用水库 池水放干以二氧化氯消毒 助水进种苗池维持水质稳定 鱼卵精消毒后进行孵化 依据鱼苗口径投尾适当耳料 严密观察鱼苗之成长状况 定期量测水质 鱼苗成长之一寸厚山鱼分养 出售已达出货尺寸之鱼苗 生产管理特点 重视用水处理 我父亲在从事这个行业 其实也二十几年的时间 我本身也选修了这类似的科系 专业是环境工程 一些水质处理相关的专业 其实在做这个水质平衡的时候 其实也投放了大量 我们自己去研发了一些医生菌 然后本身我们一些 自己公司所研发的一些 循环式的水车 也有非常高的一个效果 由利加绿能自行研发的 高效能水底活化增氧机 有别于传统的搅拌水车 能制造出持水纵横式的 全面性对流 将水底的营养环境 转变为活化性环境 并结合太阳能发电装置 成为兼具环保节能的 低耗电水车 室内养殖池 则备有高气量 低耗电的强力打气帮谱 可提供两公尺深的育苗池 足够的含氧量 以利于苗生长 厂内定期进行 各式水质检测 包含盐度 亚硝酸 氨浓度 低欧融氧值 COD化学需氧量 PH值等 并确实记录 以观察水质变化 我们在养殖过程 我们发现 本身鱼苗的健康 也非常重要 所以就 发了很大的一个心思 一个比重 去在鱼苗的经营上面 然后我们在鱼苗经营 我们觉得说 我们不采取比较传统的做法 我们是比较注重这所谓的生态工法的样子 所以我们将室外的稳定的沼水 我们把它移植到就是室内的这个水槽里面之后 让期待说以室外的稳定沼向跟菌向的这个水体 来在室内的水体 有一个不错的水质表现 善用益生菌 利加绿能以自行研发的益生菌 配合培养基进行再培养 益生菌有助于稳定水质 也能培育出营养充足的饵料生物 将室外的稳定水 稳定的这个水质 将它引进这个室内 去作为养殖环境的用水的时候 总是少不了我们所自己生产的这个益生菌 以益生菌来达到这个防疫的这个效果 我觉得是非常幸述的 目前到目前为止我所投放的这个益生菌 所接入这个水质改善 或者是饲料上的这个添加 我都觉得说目前并没有所谓的疾病的这个问题发现 我能做的是我确保我存活下来的这个鱼苗 都是非常健康的 而且是绝对不会有药产的 那我以益生菌的投放的这个工法 其实就完全不需要用到这个所谓的化学制剂 因为在业界 其实有些人他会投放一些重金属的一些药剂 去试图要可能降低水中的杂菌 那就是甚至就是做制造一些人工水色 可是我觉得这不是那种自然的方式 全程防疫管理 二氧化氯具有抑菌消毒防煤等作用 利家绿能自备二氧化氯制造机 可稳定供应场内使用 我们在那个鱼卵供应商那边买回来之后 会先有以这个二氧化氯先做潜处理 20公升的这个禽测海水 然后投放大约1ppm的这个二氧化氯 去做短时间的潜处理 然后这个至少我们可以确保说 这个鱼卵上面它比较不会有一些 还是黴菌啊 或者一些一些真菌的一些附着 造成鱼卵的一些 就是降低鱼卵的这个孵化率 收成后的育苗池将池水放干后 以二氧化氯均匀泼洒 达到消毒作用 避免病毒残留 之后再自然风干 为下一次育苗做准备 基本上室内场是不担心 有鸟类的这个污染的问题 那倒是这个人员的部分 那我会希望就是说 在室内操作的这些人员 在每次要进去室内场之前 就必须以下菌的洗手液先洗过 那就是最好的方式就是说 就是要进去之前 双脚先以这个次氯酸钠的水 先清洗过 每位人员在进入室内育苗厂前 手部需以酒精搓揉消毒 不论室内外进出 鞋底也需踩踏过 含次氯酸钠之消毒水 以彻底防疫 户外蓄水池设有防鸟网 可防止鸟类灼食或带入病原体 造成疾病感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